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Hello大家好,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的是隋朝杨坚。 靖帝即位后,太后曾经向他提起为宝慧择序之事,因国事忙乱,辅政大臣杨坚,又急于娶他而代之,便无暇顾及。 今间王妃提起,方才决心迅速办理此事,以为先帝的在天之灵,也对杜鹃提血的王妃有个交代。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,建帝的鸾架从朱穴门进入皇宫,又从承天门进入宫城中的福寿殿,直接进。 入了杨太后的后宫,年仅三十六岁的太后端庄慈祥,既有城府,又平易近人,豁达乐观,不管发生什么大事,脸上总是带着笑。 虽然杨坚抢班夺权的步伐,已经明显的加快,对皇族的迫害日渐加剧,他无力回天,任凭事态的发展,却仍然乐哈哈的,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 与往常一样,静地下了轩车,顺着玉器台阶进入后宫的厅堂,却感觉不到往日的温暖或热烈。 鸟鸟停停的宫女和布南部,女的太监哭丧着脸,太后瓜子脸上泰浪的笑容全然不见,带枝而起的是一哭无泪的哀痛。 她猛的一惊,预感到发生了她天大事,顾不得向太后请安,便急三伙似的探问缘故。 杨坚已决定将你赶下地位,由她受缠为帝。 她刚才来过,态度十分生硬,说若是不照她之意办理,便将皇族上下人等斩尽杀绝。 太后说着,打开抽屉,拿出一块皇卷,欺人地道,这是太傅宇文春撰写的禅位诏书。 痛心有,更二心碎的是,对不起列祖列宗,对不起先帝,对不起天下百姓和陈丽。 她擦着小溪般流淌的泪水,依旧依了,只是在离开皇位前,而要办一件大事,但这件事办妥,再让位不迟。 莫不是宝慧之事,正是此事。 想二杨坚是不会同意你处理这件事的。 她刚毕自幼,好大喜功,暴力无情,如此关于脸面的大事,她怎会给你去处理? 依我之见,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。 朗红日的面相,依利令之婚,目空一切的药物扬威而变形。 穿紫色圆领绸袍,头戴灰色头泽,脚灯黑色胡靴,腰胯宝剑,一副纵横百合,质得意满的神态。 此人不是别人,就是相国,辅政大臣杨坚。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,你觉得杨坚会给静帝这个机会吗? 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系作者袁聪,转载请助您出处。